已经知道这一个 叠在一起的LOG 小于0 是减X的范围 那就下手吧 以2为底 然后以1 3分之1为底的LOG X 好来右边的0 我们就把它改成LOG 所以这个LOG 我们要改成是谁的底数 这一串呢我们就相当是 假设它现在就是 帧数 所以 我这里的底数我就要写上2 因为就是外面的这一个LOG 然后2的什么 2的0次方会等于1 2的0次方会等于1 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是不是就是帧数 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底数是2 它是大于1的 所以它是递增 好递增 所以我的帧数的部分 是不变号的 这样可以吗 好然后呢 还有一个隐形的条件是什么 好橘色的这个部分 它是本身就是LOG 以2为底的LOG的帧数 所以它本身也必须要大于0 因为它是人家的帧数 我们把它当成帧数了嘛 所以它必须要大于0 OK 好那这边我再把它 三个呢都改成 三分之一为底的 好 0的话呢是不是就是 任何数的0次方都等于1 所以这里的帧数是1 然后这里三分之一的一次方 所以帧数是三分之一 好那这时候啊 我们又要来看一下 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底数 是不是 小于1大于0 大于0小于1 所以它是一个递减的 好所以递减的时候 它的帧数的部分 就要换位置了 好 就要换边了 所以我的X呢 就变成是 大于三分之一 小于1